當初我的金鐘獎以後 文綺憲小姐光臨現場 超高的歡迎 歡迎 恭喜 她打...她打敗了那個 本來呼聲很高的 陳喬恩 怎麼樣 有沒有很爽 我只是放下心裡一個重擔 那妳拿到獎的事 有沒有故意這樣 沒有 我沒有小聰而已 你要正元唱 對啊 要她一起上台 正元唱沒有... 正元唱有入圍嗎 沒有耶 可是是同一部戲耶 是同一部戲 那這樣你不會覺得很不公平嗎 不會啊 因為一層大家有目共睹 不過偶像劇的女明星們 似乎都不是在走紅地毯的時候 被妳列入競爭者之一對不對 還好 因為我覺得女演員們 都還滿保守的 妳妳想來 我今天請來分享一下 來CD講評一下她的打扮吧 沒有 因為你知道 像我們可能綜藝節目做久了 我如果看到來賓穿過多 我都很火大 妳是有多怕冷啊 我短袖正元唱才怕冷吧 很像是從 穿一些羊在身上的感覺 好啦 妳的羊是藏在哪兒 跟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有做成衣服了 沒有 因為穿T恤已經夠令人火大 妳後面還加這個 去頒獎典禮的時候 有故意裝性感吧 還好耶 因為有時候穿得太包 對啊 我知道是對那種 隆重典禮的不夠尊重 所以有稍微這邊一下 稍微露一點 對 所以第二天版面還理想嗎 是因為得獎而理想嗎 我也不知道 沒有 因為我覺得 像他們這樣長得漂亮 還不露就很過分 因為像阿雅 什麼跟什麼 我隔天看報紙我多不爽啊 這事情值得專訪一下 對啊 而且妳知道我還調查 所以我跟阿雅的造型師 跟我同一位 然後她就說 阿雅妳要穿什麼 她說 我想要有一點露背 然後那造型師說 所以前面就不用 是吧 她說 可是我也想要露啊 對 我真的... 我每每講到我都一度 所以林依晨是沒有在走 那個路線的 對 她一直都是走保守派 我慢慢來啦 妳看她穿這樣去走紅地毯 肯定會被記者罵死 當然沒有人會穿這樣去 她連穿這樣來康熙 我都很想罵她 穿紅地毯 還有雨靴 對啊 完全是沒有漏到任何東西 好啦 歡迎林依晨小姐 謝謝